我告诉你小白 没有事不安啊爸就是不行 今天就这样说了 叔啊 我不是不愿意拿这个钱 可是我每天的条件你也知道 这我父母都是农民 我这刚工作没几年 你说这个钱 我上哪去弄呀 是啊爸 你费得要这么多干什么呀 你这是嫁女儿又不是卖女儿 就是 我跟你说 这事就这样说了 有钱就借回没钱 那的 叔啊 这个钱我们家不是不呢 只是你这个财的钱有点太高了 咱们就要正常家不行吗 八碗吧 你看你要十八碗吧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谢伯 我这是嫁女儿 不是做买卖的 不要在这给我讨价还价 知道吗 爸 你这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太多了 你给我闭嘴 不要废话 买学说 我先走吧 小白 小白 大梅 你给我站住 老头子 你说你这是干啥呀 没你的事 别废话 行行行 我不管 你自己管行了吧 懂谁吗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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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出来干嘛呀 你先别生气 我知道 你们家里没钱 要不你先去找别人借借 这个婚后我来还 行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我没家了 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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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宝到账 18.8万元 真的转过来啥 爸 那财里18.8万元 一分不少的给你转过来了 你现在满意了吧 大梅呀 这还在生我的气吗 您说呢 你明知道他们家没那么多钱 你还要那么多 我真的没想到 我的父亲是这么爱钱的一个人 脑子里就只有钱 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这个女儿想要的是什么 大梅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啊 老头子 我也得说你两句 这闺女的幸福是最重要的 你说你在这干嘛呀 费要那么多钱 哈哈哈哈 爸 我说你呢 你笑什么呀 就是呀 笑什么呀 怎么那么高兴啊 大梅呀 我知道他们家没钱 这钱都是给别人借的吧 是 不借钱怎么能达到您的要求呢 大梅呀 我现在把钱都转给你 你去给他们送去 行不行 爸 你这是干什么呀 那钱不是你要求的吗 现在竟然给你了 为什么还要转给我 就是呀 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大梅呀 我要的不是钱 我要的是他对你的态度 态度 大梅呀 他为了你 他愿意去求别人 证明你在他身份中位置很重要 知道吗 既然他那么在乎 以后他就会疼你 这样的话 爸爸以后也放心了 知道吗 老头子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呀 我还以为 你心里呀 只有钱呢 看来呀 你还是不了解我 什么也没有在 宝贝女儿的幸福中 知道吗 知道了 爸 对不起 是我错怪了你 是我没明白你的良苦用心 没事的孩子 放心吧 我跟你说啊 你这结婚的时候 爸给你拿20万当赔价 20万 好 咱就赔价20万 让他们呀 也知道 咱的闺女啊 在娘家也有人疼 爸 妈 闺女 别哭了 咱也让她知道 你在娘家 也是爸妈的掌上名故 是啊 大美 我相信啊 我的女儿 是世界上 最美的新娘 是啊 我希望咱闺女啊 以后是 最幸福的人 好好 最幸福的 爸 妈 有你们在 一直都是我的幸福 有你们真好